第15轮疫苗开打 新北市卫生局竟然搞乌龙 一个不小心就把永和区的 永平活动中心接种站 物质为卢州区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永平活动中心 导致有上千人预约错误 虽然卫生局紧急更正 并且传简讯通知 改道邻近的接种站施打 但是仍然有民众没有注意到 哭了空 走进一楼市场都是摊贩 搭电器上楼 卢州永平活动中心也没开 预约好的疫苗接种站到底在哪里 仔细看公告才发现预约平台搞乌龙 永和有一个永平活动中心 它是永平路 那这边是永平街 蛮多人的 他要跑进市场要打疫苗 好多民众打疫苗扑空 原来11月22号疫苗约系统建制 卫生局不小心把永和永平市民活动中心 物质为卢州的永平活动中心 虽然11月23号早上发现就更正 但已经有1000人预约受影响 两个永平活动中心相距15公里半小时车程 新北市卫生局紧急传简讯通知 请预约永平市民活动中心的人 就进到仁爱市民活动中心接种 但仍有民众没注意到跑错 门口有一个小姐说 要过来这边施打这样子 我发现地址不对 然后接打到192那边去 也目前正逐案的致电民众 在今天也派员在现场引导民众 仁爱市民活动中心扩大施打量能 公所人员及里长都来帮忙 但上午人一度出现疫苗不足的状况 蛮不可思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原来是其他地方也一起过来了 因为我想说预约好的10点半的场次 他叫我一样是1点半的来的 新北市卫生局致歉 只是民众万万没想到 疫苗开打到第15轮 竟还会发生物质乌龙 记者今天周围杰新北市报道 第15轮疫苗开放混打 指挥中心开放民众 直接向指定的医疗院所来预约接种 有很多的民众在平台上没有预约到 就直接冲到诊所打针 结果造成了诊所大爆满 尽管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 疫苗要给民众无限畅打 但是疫苗并没有无限量供应 所以约不约得到 还是一个大问题 下午诊所还没开门 门口就有民众聚集 全都是为了疫苗而来 电话响不停 护士根本没空间 民众打不进来直接杀到诊所 第15轮疫苗进行混打 指挥中心开放民众 直接向指定医疗院所预约接种 台中市长卢秀燕更宣布 台中疫苗无限畅打 但民众要预约却好难 以台中这间诊所为例 360剂BNT疫苗不到两个小时就强光 还要打那个电话 然后还不一定说这间诊所有没有 他一一去确认 我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都打不进去啊 但是大家很强就对了 也是要打啊 因为疫苗需求量大 诊所使用低残疫空针 抽6针能多一支残剂 等于能多出60个名额 尽量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 提供更多的增剂 让预约不到的民众 能够满足他们混打的意愿 台中有里长在平台开放预约时 就抱怨根本约不到 后来干脆揪团 让市府派人来施打 里长结合卫生所 抢到350gbNT疫苗 鼓励接种还送3公斤 百米一包名额也是秒杀 提醒民众台中的诊所及卫生所 只提供一种疫苗 医院才分诊分流 提供两种以上疫苗接种服务 民众得做好功课 以免扑空 记者中部组报道 指挥中心公布了全台湾最新的 疫苗施打情况 第一季的涵盖率来到了77% 第二季的涵盖率也突破了5成 不过有眼尖的民众就发现了 指挥中心公布的计算方式啊 是把在台湾的外籍人士呢 也是算计了施打人数哦 不过呢 在计算的分母的部分 仍然呢 用的是内政部统计台湾人的人口数 那么就被质疑说 这是不是要来美化数字呢 全台最新疫苗施打进度 第一季覆盖率77.31% 第二季覆盖率也突破5成 这样的好成绩 如今却被质疑 指挥中心会让数据更好看 把在台打疫苗的外籍人士 也算进去 事实上我们每天 其实都算两套啦 我们自己内部事实上都有算这个 有算加外籍的 跟每加外籍的哦 指挥中心解释 一项都有两套算法 对外公布的 是将所有施打疫苗的人数 包括本国跟外籍统统算在一起 分母还是用台湾人口 第二种算法 是指挥中心内部参考 分母一样是台湾总人口 分子只算台湾 施打疫苗人数 较贴近现实 反而第一种算法 被质疑是在灌水 刻意美化数据 一般来讲 如果你分子要 把外籍人口计算在内 那么分母 应该也要同时计算外籍人口 要不然大家会感觉说 那你分子都计算外籍人口 你分母又不计算 那这样当然数据 看起来会很好看嘛 医师的看法 把外籍人士拿入计算 去处于台湾人口 数据当然更好看 却也无可厚非 毕竟两种算法 结果应该相去不远 就不包括外籍当分子 我们事实上每天都有算 内部也都有在参考 大概差不到3% 指挥中心正面回应灌水已云 强调并非刻意隐瞒 也不介意把两种数据都对外公布 毕竟台湾疫苗 覆盖率的好成绩 各界是有目共睹 记者林晨熙 红卫财 TV报道 从今天开始 民众如果想要打新冠疫苗 可以只到这个 指定的医疗院所来预约 不过接下来呢 这个模式可能又会进行调整 指挥中心就透露了 疫苗预约平台 从第16期开始 会以第二剂预约为主 至于第一剂 则是到指定的医疗院所 挂号接种 而现在呢 国际间的疫情相当严峻 而在台湾 75岁以上的长者 新冠疫苗接种率出现了停滞 让不少的专家非常的担心 像是前台大感染科医师 林氏璧就直言了 75岁以上 第一剂还是停留在73% 换言之呢 有27%的长辈 就是铁板一块 不愿意打疫苗 但是如果啊 疫情又变严重的话 到时候再出门群聚打疫苗 更是很大的风险 而指挥中心则回应了 接下来会努力的催打 甚至呢会推出打疫苗 送赠品来提振打气 疫苗施打 疫情接着疫情开 而每一期规划都稍有不同 指挥中心透露 接下来第16期接种规划 如果民众要打第二剂疫苗 需透过1922预约平台登记预约 至于第一剂 则是到指定医疗院所挂号接种 那其实民众呢还是习惯 就是到这个医院的预约平台去预约 也方便医院自己调配 这个每天可以打多少人 从指挥中心再分派 到时候还会有一些问题 在沟通上比较容易出现 旧判约管道增加 也能提高民众的施打效率 而目前国内疫苗含钙率 第一剂已达77.34% 第二剂则是50.5% 其中又以75岁以上长者 第一剂含钙率最低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氏璧就职言 75岁以上第一剂 还是停在73% 27%铁板一块不愿意打疫苗 疫情又开始上来时 疫苗肯定会很快打起来吧 但在疫情变严重时 出门群聚打疫苗也是风险 就担心说万一打疫苗出事 是不是被认定都是他们太老了 慢性病的关系 所以我如果遇到这些长辈呢 我仍然是会劝他们说 起码去打第一剂 因为打完一剂之后呢 就比较不会重症 会在持续的在努力啦 有些地方政府也有 用送这个农产品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些 思考的方向 而台湾已进入秋冬季节 春节检疫又要放宽 让不少专家提醒 张哲等高风险族群 还是要尽快接种疫苗 提前建立保护力 这动不动